为了让沙僧加入取经队伍 继而入驻临山 成为玉帝监视佛派的眼线 玉帝采取了让沙僧失手打碎玻璃盏 判处沙僧死刑 打沙僧八百下 每七天飞剑穿沙僧胸鞋等一系列措施 他们两人通力合作 魏如来演出了一场逼真的苦肉祭 并且在观音的帮助下 玉帝的苦肉祭成功得以实施 如愿帝将沙僧送进了取经队伍 但是沙僧是真心愿意加入取经队伍去西天取经吗 换句话说 他愿意做玉帝的一枚棋子吗 当然 玉帝是天庭神仙国度的政府首脑 沙僧是他的贴身侍卫 是玉帝的部下 玉帝对沙僧有生杀欲夺的大权 在这种关系下 沙僧必须要听命令 即使他不愿意 也必须执行 该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 既然玉帝选定了沙僧 他作为棋子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 即使必须成为棋子 那也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动的 另外一种是被动的 主动作为棋子的人 是毫无怨言的 他会积极来推动该计谋实施 然而 被动作棋子的人 就不好说了 是满腔怨言的 他是会消极地对抗该计谋实施 比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述的八戒 他就非常消极 甚至当观音让他加入取经团队时 他还大放厥词 虔诚 虔诚 若依你 教我喝风 常言道 一招官法打杀 一招佛法扼杀 屈也 屈也 还不如捉个行人 肥腻腻地吃他家娘 管什么二罪 三罪千罪万罪 尽管八戒最后也答应去西天取经 但是可以明显看出 他对于他成为太上老君棋子的命运十分不满 甚至有点想让太上老君 愿望落空的想法 那么 沙僧呢 他是主动给玉帝当棋子的吗 当然不是 他是被迫的 他对玉帝打他的八百下 以及后来每七天一次的飞剑穿胸鞋就十分不满 他不仅气地变成了清不清 黑不黑 晦气色脸 还向观音苦诉 故此这般苦恼 如果沙僧一直处于这种心态 玉帝苦肉计的实施效果就很难说了 沙僧有可能找个借口不去取经 也有可能中途退出取经团队 不幸的是 这两种情况都发生过 比如 当唐僧带着悟空和八戒到达流沙河 观音派木插来让沙僧拜唐僧为师 要他正式加入取经团队时 他就拿悟空说事 提出这个主子 使他的帮手 好不厉害 我不去了 在比如取经团队到达师徒国时 他听八戒说 悟空被青尸精吞下肚后 不管唐僧是在地下打滚痛哭 就与八戒姐的包袱将行了大粪儿 在那里分离 沙僧他要回流沙河继续当妖精 接着所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